大家好欢迎来到蒙鹿玩具在斗罗系列当中 唐三帅领着的史莱克七怪 无疑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魂师团队 整体天赋都是稀释罕见 哪怕未来的几万年之后 都没有一代史莱克七怪能够超越他们 然而初代史莱克七怪之所以强大 那是因为七人全部继承了神指 尤其是唐三还成为斗罗神界历史上 第一位继承双神指的神王 实力达到了天花板层次 而数万年的时间 没有任何一代史莱克七怪能够超越他们 初代史莱克七怪也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七人之中唯独唐三继承了神王的战力 而小五能够与唐三共享神力 同样具备了神王的战力 而除了唐三、小五之外的七怪 戴木白、朱竹青、马洪俊、奥斯卡 宁荣荣全部都只是继承了二级神指 但是从天赋上看 他们完全有实力计 成一级神指 对于这一个现象 作者唐家三少 其实早就已经做出了解释 远古时期斗罗神界发生了一场战争 那是神兽与人类神指之间的战斗 在这场战斗之中 斗罗神界直接陨落了三分之一的神指 神界差一点就被神兽所摧毁 而这场战争就是著名的龙神战争 这场战斗结束之后 斗罗神界拒绝了所有魂兽继承神指 因此魂兽清净一生 都无法突破到神的层次 而除此之外 拥有兽武魂的魂师 也无法继承一级神指 只能够继承二级神指 在斗罗神界中 一级神指被称之为主神 而整个神界只有32位主神 每一位都是神界的中流砥柱 是除了神王最强大的存在 想要继承神指 不单单需要惊人的天赋 和特殊的能力 还需要强大的武魂 也必须是兽武魂除外 因此继承了邪 某白虎武魂的戴墓白 继承幽名灵猫的朱竹青 继承了十手火凤凰的马红骏 注定不可能继承一级神指 哪怕天赋惊人 也只能够继承二级神指 而能够继承一级神指的强大魂师 必须是强大的气武魂 或者本体武魂 而拥有最强辅助气气武魂的凝蓉蓉 虽然武魂在大陆上属于最顶尖的层次 但其实并没有战斗力 只能是辅助性的魂师 因此也没有资格继承一级神指 但对于宁蓉蓉来说 能够继承二级神指九彩神女的神位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我们下期 今天的节目